颱風夜,不過高雄西子灣這邊的氣氛卻是很緊張 除了有許多救難人員,此外海上還有海巡艦艇 至於天空,甚至還出現了海鷗直升機 大陣仗海陸空全出動,全是為了搶救三名受困的吊客 看堤防最外頭的燈塔有三個人影,堤防上則不斷有大浪打上 只要經過一被浪打到,後果是不堪設想 這三名吊客,颱風夜竟然跑到西子灣最外的堤防來海吊 沒想到隨著月晚風浪變大,最後被困住無法離開 救難人員火爆,隨即海陸空大搜救 然而無奈風浪時太大,最後無法救援 一點之後六七點的時候過來,他們就已經受困在裡面了 六七點的時候,他們是到堤防外面去釣魚的 對啊,我們就有看到受困者在撿,可是都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 那麼在經過一晚的折騰,最後三人趁著浪小之際 自行走出脫困,化解了一場虛驚 不過這樣呢,颱風夜還海吊,最後受困,浪費社會資源,實在很不應該